繼續回來體育世界 廣州首屆國際白領拳擊慈善之夜 上週末在廣州國際大廈隆重開打 這次的比賽雖然是業餘的比賽 但還是吸引來自11個國家和地區16名選手參加 那白領拳擊比賽究竟有哪些特別之處呢 我們馬上去看看 國際白領拳擊慈善賽首次來到廣州 這項業餘賽事和職業比賽一樣 採用專業的擂台和裁判 但比賽並不以擊倒對手為目標 而是兼具了健身、觀賞等多個屬性 白領拳擊賽是以拳擊運動為媒介 為商務人自答見的一個社交平台 認識了一班好好的朋友 幫自己日常工作工作的一個 routine 會打破了 令到生活都挺愉快的 這段時間 好像竟然是選手 賽前接受的三個月的系統訓練 是他和拳擊的首次觸電 在這項運動中 他除了找到白領拳擊賽 這樣一個一展身手的舞台 還找到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這項運動中 可以幫助提升自己的警覺能力、反應力 從對身體的運動健康也有幫助 最重要是這樣的運動其實很安全 在這項運動中 在這項運動中 我們在這項運動中 手段 有關 是 感谢观看